1分钟爆赛 欢迎来到1分钟爆赛室 诶诶 那个小城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台湾历史最悠久马拉松是哪一场吗? 应该是台北马吧? 不是啦 台北马第一季也是在民国75年 那这一场呢 是在民国73年 今年已经来到了第36岁 哇 那不是比我还老吗? 对啊 而且这一场就叫曾文水库马拉松 而且它有一个传统 就是每年的 12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来举办 那今年就在12月8号 那截止日期在8月31号截止哦 那今年有什么特色啊? 特色呢 就是全城封路 还有呢 赛事海报上面会写 曾文水我跑三个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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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再来呢 你看看这个纪念背心 我觉得很好看耶 你看这个纪念背心 还有赛事的奖牌设计 其实我觉得也蛮美的 而且这么老的赛事我觉得 应该是蛮有收藏价值的吧 诶 等一下啊 没讲到交通啊 交通的话呢 赛事超贴心好不好 台北 桃园 台中 彰化 高雄 台南 都有接泊车可以直打比赛的会场哦 对各地的桃围来说 应该都是还蛮方便的事情 哇 北部的桃围真的是很贴... 很贴... 三十六岁曾文水我马拉松12月8号7点登场 爱好朋友 转个时间炒成一下吧 一门都报菜市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